全民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介紹一下我們在保育的工作 一直以來都在做什麼 東華三院是為香港社會發展 和視乎市民的需要 一直去提供適切的服務給他們 所以在我們本身發展的歷程之中 與香港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大家擁有一個很共同的歷史發展背景 所以我們除了竭情去服務社會之外 我們一直擔當著一個文化保育的先導者 和守護者的角色 我們在顛負著文化保育、守護、承傳和推廣的責任 一直以來我們都深進東華三院 我們有一個義務和責任去保育 和香港發展有相關的歷史圖 可以令我們有效地 專業地去統籌和本地文物的保育工作 作為全港首間最大型的慈善機構 我們就辭職了這個物業 去成立這個永久的檔案和文物中心 這個基地我們除了是一個保存庫之外 亦都希望去和大眾分享的一個地方 所以剛才說公眾是否可以參觀的 這個絕對是的 因為我們這個中心 裡面包含了有檔案和文物庫 這兩個主要都是用來做一個收藏的用途 我們亦都有修復室和數碼辦公室 這兩個主要就是給員工和義工 就可以更有效地去做他們的工作 以及可以策劃那些大型的計劃和活動 我們這個中心 亦都可以開放給市民去參觀 交流 分享一下我們的一些研究成果 當然我們亦都有一個網上的閱讀庫 這個可以令到我們和大眾 分享我們的資料和歷史 已經是無編制地做得到 和國際可以大家接軌去做 就不需要一定來到這個中心 都已經可以參與到和分享到 和我們的資料和歷史 我們是在這裡的名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在场嘉宾一起见证东华三院的历史文化工作 踏入新里程 我们一班共54人的学生大使 特别是原籍安藏服务 才知道东华的文化是这么深厚的 没错 在交流期间 不少的海内外华人都对东华的善行非常感激 还有很多学者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东华的历史和机构文化 所以成立了这个永久的档案及文物中心保存东华的文化资产 实在是意义重大 以后我们的师弟师妹就可以更加有系统地了解东华的历史 以后让我们升上大学研究相关的课题就可以更加得心认手 事不宜迟 现在有请东华三院主席何超霞小姐自欢迎池 和在座嘉宾分享她对东华文物保育工作的看法 有请何主席 历美常处长 各位嘉宾 各位东华前辈 各位专家友好 各位传媒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仅代表东华三院董事局 多谢各位秋空出席今天的典礼 大家到场的时候都看到 这里是一幅旧式的工厂大厦 有赖建筑师和工程团队和东华三院的各部门 在过去几个月的通力合作 十几日之前才是大致完成装修工程 我衷心多谢康洛及文化事务署署署长 历美常 太平新市 今天刚临开幕典礼和为我们打气 东华三院起源自1870年 按照华人医院质例成立的东华医院 由最初的一间只有70张病床 为华人免费治病的中医院 逐渐发展至为本地居民提供中西医疗 教育 脸庄和其他社会服务 更由一开始至二十世纪中业 关顾内地和海外的华人 震灾和死后落叶归根的需要 东华以上种种服务都与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 服务的内容深刻地反映香港、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变先 和展现东华三院坚守核心价值 东华历史悠久 服务涉叶广泛 很庆幸在文物保育这个概念 受到重视之前 我们已经逐步累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产 包括多座历史建筑 和大量原始档案和文物 1958年东华属下由于尤麻地的港华医院 开始进行为期七年的全面重建计划 就保留了当时的医院大堂作为历史旅游胜地 之后又在1970年 东华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 将旧医院大堂改为东华三院文物馆 负责保留东华的档案和文物 董事局也都在2010年 庆祝一百四十周年的时候 特别成立档案及历史文化办公室 加强开发和弘扬东华的历史文化 几年来得到本地和海外的学者专家的帮助 令到我们更有动力和世界各地的人 分享东华的文化资源 2013年政府分阶段撥款 开展港华医院原子重建计划 董事局考虑到历史十年的工程 可能会影响文物馆内的档案和文物 在购买这栋工厂大厦其中几层扩展服务的同时 特别撥出一层成立永久的档案及文物中心 以便妥善保存和维护 东华以至香港的文化资产 这个中心实用面积约为640平方米 设有一个档案库、一个文物库、一间收服室、一间数码工作室、一间越南室和职员办公室 档案库和文物库为藏品提供安全和稳定的储存地方 收服室和数码工作室 令同事和义工有合适的环境开展较大规模的计划 越南室将会方便东华的同事、老师和学生寻找资料 令机构的文化得以传承 以及更有效感在学校推动以东华历史为基础的得育课程 我们一直以来经常收到本地和海外学者的查询 并要求透过东华的档案探索各种各样的议题 例如华人移民史、中医文化、非政府机构的发展等等 深究之下才知道东华的档案是一个华人的知识保护 我借这个机会特别多谢康民署属下的文物修复办事署 2010年我们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 东华140周年展览的时候 文物修复办事署 以协助历史博物馆修复东华的文物作为展品 自此我们的档案修复计划 一直都得到办事署的专业意见和技术支援 前任总监陈成伟助理处长曾出任东华三院档案及历史文化委员会 顾问五年贡献良多 现任总监杨苏女士接替她出任顾问 现在就提供宝贵意见 我们也计划合作推动关于文物保育的公众教育活动 另外我要向十年来默默耕宏的东华三院文物馆义工团队 表达油冲的欣赏和感谢 你们多年来无常感为东华的档案进行数码化 整理和基本的收服 以及不时都会支援文物馆举办的各类型的文化活动 虽然这里交通没有文物馆那么方便 但我相信你们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我很荣幸当上东华三院145周年主席 由2009年加入董事局开始 我努力了解和支持东华的慈善服务 因为这样我也深切感受到文化承传的重要 我更高兴见证东华的历史文化工作踏入新里程 在文物馆以外成立另一个保育的基地 我们即将开通一个东华三院文物档案的网上资料库 并接收港华医院有60至100年历史的档案 包括1910年代的医院总册 1936年的产房纪录和1950年代的手术室纪录 这些资料将会开发本地医疗市 带来重大的突破 为了令同事长远地计划收复和维护 以保存和新接收的档案 我最近特别捐款支持东华三院历史文化基金 也都非常感谢董事局以我的名字命名这个中心 文物保育是细水长流的工作 需要机构的承担 善长的支持 和各界的指导 才可以持续发展 我希望在座各位继续可以支持东华各项的文化工作 推动下一代更珍惜香港的文化和价值 多谢大家 继续有请主例嘉宾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 李美常太平身史致辞 有请 何朝夏主席 各位前辈 各位总理 各位社福界 教育界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还有我们的优秀的同学 传媒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真的很荣幸 能够出席今天这个典礼 见证大家的喜悦 其实东华三院立足香港 空怀普世 在我们香港里面 历史最悠久 也都是最具规模的一个机构 其实 145年来 有历任的总理 和各位慈善的 一帮社会的僑楚 辛火相传 在我们香港里面 祝福人群 其实 就是已经 它的服务 大家都知道了 涵盖了不单止医疗 也都有教育 等等 英文就是说 from cradle to grave 正如刚才主席所说 生老病死 或者从出生 到了每个人 走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 东华三院 东华三院都陪伴我们去经过 和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都很细心去照料 这个传统 其实不是就是香港精神 就是见证了很多人 无私的奉献 过去 在辛火相传 很多位的 总理 都是 在 东华三院董事局里面 服务多年 十级而上 而且更加 发扬光大 正就是这样 我们很高兴 康民署有机会 和东华三院 是合作多个项目 特别就是在这个文物 和这个档案保护方面 其实在文物和文化推广方面 东华三院 实际上是香港 那么多基因机构的先河 在1957年的时候开始 文武廟 已经是有种传统 就是春秋而制 再加上在1970年的时候 已经成立了这个文物馆 就是将很多的文物 一些档案 已经是保存 收服 和去推广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找回我们的历史 是必须要有一些 沉根的过程 沉根过程 如果能够不单止口述 能够是透过文物 一些档案的时候 会更加深刻 会更加理解 其实从这些文物里面 我们是见证到 香港的历史 不单止是社会的历史 也见到近代中国史 甚至正如刚才两位同学所说 就是全世界的华侨市 因为东华三院的中绩 不单止是只限于香港 也有很多的 经香港 甚至去了海外的华侨 那也都是显示出 香港作为一个 联络不同华侨的一个基地 和一个中心 香港的重要性 我也很希望 能够透过历史里面 显示出 香港在历史里面 在世界里面 在华侨里面 那个地位和那个重要性 在哪里 我们很感谢东华三院 一路以来 那个文物修复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同事 包括我们是历史博物馆 和他们特别的修复办公室 和你们合作无间 我们很知道 就是今天 在文物的保存和修复 已经又踏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因为今天我们是来见证 何超霞 这个档案及文物中心 这个命名 和这个开幕 有这个空间 刚才我在楼下等升级的时候 我就想 我会想象一下 这个空间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在工厂大厦 在下面的时候 好像很不起眼 但是当我来到一楼的时候 打开列门 那些别有洞天 足足是见到 是我想相信很多的总理 背后的设计师 工程师 是用了很多的心思意念 将这个 好像化腐朽为神奇一样 将一个好像很平平无奇的地方 变为一个很实用 也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 和意义的地方 我深信这个中心 正值是广华医院 当是重建 令到文物馆 是有短暂要变身的时间 是给了很多我们的文物和档案 有一个另一个空间 是可以将这件事继续传承下去 我深信东华三院的文物档案 这个办公室实在是有一个更加深 而任重导远的一个新的任务 其实过去我们康民署和东华三院 一直是一个很紧密的合作伙伴 我们很感谢东华三院一路的支持 特别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 其实我们近年的合作是更加紧密的 包括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正值东华三院 庆祝140周年的时候 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 是有行和东华三院 是有一个展览 香港情怀 香港这个华人的历史的展览 也都见证了很多我们华人的历史 以香港为一个基地 而香港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庆祝你们的140周年的同事 也都给我们可以面怀过去 看回你的足迹 正正看回香港的历史的足迹 除此之外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档案的修复办公室 也都和大家是继续 更加深入专业的一种交流 和合作 就是透过这个文物修复 大家可以有一个合作的 一个先度的计划 自此我们更加合作无间 也都在2014年的时候 更加多的合作 甚至你们很慷慨地 借这个牌匾给我们 在我们甲午战争的展览里面 可以使用 见证了我们香港其中一段的历史 在2014年和2015年度 分别我都很感谢 东华三院的支持 就是张文武庙的秋制 也都是支持它成为我们香港的 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清单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项 也都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都是得到你们的支持 也都有新的一个 可以说地标 就是跑马地 一个火灾 一个先难者的一个纪念碑 其实我们在港九新界 都见到很多东华三院的足跡 也都是见到很多历代人 特别很多的 我想是很多各位的社会 就是在这里 你们所有的心血 以及你们的一些无私的奉献 所以今天我们正正在这里 我们是在这个中心 明明和落成的时候 我深信这个就是 在这一刻里面 我们就好像站在巨人的肩膊上 有历代的总理的支持 以及建立之下 也都很慷慨地有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可以说播种的地方 因为很有意思的就是 今天同台的有两位中五的学生 其实我们今天在座嘉宾里面 我想连灵层都相当广阔 但我们有幸的 就是见到一帮新生一代 因为历史其实要传承的 就是我们很需要在新火相传的 是我们不会忘记 所以今天有两位的诗仪 是中学生在我们当中 今天你是有写一下历史的一页 你就会在今天这个历史里面 你成为今天的诗仪 这个中心有你的足跡 也就是因为你的足跡 你开了这段历史 继续光辉的一页继续去写下去 我们希望我们的历史是光辉的 是美满的 是将很多的一些 虽然有血有泪 但是是将人性的美线 都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这个中心是任重度远的 在这一刻里面 我可以再次讲就是 康民署的同事 特别我们文物修复方面的办事处的同事 一定会和东华三院 攜手合作 将这个历史传承的任务 将这个档案的修复 保存和发扬光大这个任务 是继续去攜手这样发挥 在这里我祝大家 是有一个很愉快的一年 这个后年 同时间希望大家 既然做这么多善事 这么有善心 大家都是身心看泰 家庭幸福 以及我们一起攜手 将这个历史任务 继续延续下去 多谢大家 多谢你们处长 准备 一 二 三 准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三 三